杜荣的周末一文志 遇见每一个值得记住的光影瞬间 灯楼元祭享年97岁 星云大师被称为是政治宗教家 他从12岁出家 一生都是致力于弘扬中华的佛学 在佛学的传播交流 促进两岸关系 甚至是文化呀 书法领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在华人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 并不是真的是佛教徒 但是对于星云大师这个称呼 您一定是不陌生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星云大师 波澜壮阔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还是先从大师的元祭说起 很多信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第一个念头肯定是不舍 他们认为大师应该是长命百岁才对 但是最后是享受97岁 那据佛陀纪念馆的馆长 如常法师透露说 其实星云大师本人已经是102岁 但是因为当年在身份证 在报的时候少报了5岁 所以他也算得上是百岁圆满的 我觉得不管是97岁还是真的是已经过了百岁 作为修行医生的大师 其实早已经是看淡了生死的 他从2011年之后有过两次的中风 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了 但是大师他并不惧怕死亡 他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出家有70多年的时间 经常会讨论到生死的问题 他说生死啊就像是季节春夏秋冬的这种循环轮回 那物质上面有成住坏空的这种环面 人生当然就有老病死生这种轮回 在2015年88岁的时候 他曾经写过一份5000字的遗嘱叫做真诚的告白 里面就表示说如果有一天他走到了人生的最后 各种繁文辱节一概全勉 他说只要写上简单的几个字 或者是心对我怀念者唱颂人间姻缘的佛曲就够了 只要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实时奉行 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怀念 那这次他的原记呢 佛观山就发表公告说 星云大师一生红法 身后世呢也不愿意去麻烦弟子 他交代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简的 特别提到了一个三部原则 就是不设智商委员会 不个别的去发这个复文 也不做这个信念佛事 但是对于信众呢是要开放调研的 星云大师这次原记还有一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就是他采用的是佛教的做纲的方式 来处理他的这个遗体真身 做纲是什么 就是佛教当中僧人原记之后呢所进行了一种仪式 把这个遗体呢放到一个陶制的容器当中安葬 据说这种习俗呢可以追溯到距今在5000到7000年以前的养韶文化时期 那么古代呢会在这个遗体的四周 再放一些木炭石灰香料来除湿和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 而且说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做纲之后 多年以后再开纲的话 纲内的僧人如果说这个颜面如生前一样肉身不腐 哇那就是成这个肉身佛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高僧大德成就者 死亡之后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下遗体不会腐化 呈现出一种木乃伊化的样子 跟生前一样甚至有的说还会出现这个金光色被称作是紫魔金身 这就是佛或者是菩萨的一个境界了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一呢佛光山就举行了这个封刊典礼 如果有人你要是去这个台湾高雄的佛光山调研就可以看到 星云大师他的这个法体真身已经是在这个钢的里面被这个装着了 当然也绝不能说一个人修行元祭之后有没有留下舍利子啊 或者说他有没有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肉身佛来判断 他的修行的成果是高还是低 因为佛家讲求的是从自身出发去思考问题 所以会不会有机会见到舍利 会不会有机会成为肉身佛 这都是要看因缘的 如果有信见到呢 佛家称之为这个人是有福报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说明是因缘未到 所以我们更不能以这个高僧有没有留下舍利来判断他的修行成就 这绝对不是说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啊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所知道的星云大师已经是明满天下的佛光山的这个开山一带宗师 听到的更多的是他非常光鲜的这些故事 但是其实他的背后呢 有一条非常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我想大家可能也是好奇的 星云大师最早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出家的 他的法号又是因何而来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讲 那星云大师呢 他的俗名叫做李国申 1927年8月份 他出生在现在的江苏扬州 五岁的时候啊 他就跟着这个信佛的祖母一起生活 所以他从小呢 受到这个外婆的影响 早就有了这种信佛 拜佛的这种习惯了 在1937年底 也就是他十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到南京去做生意 结果之后不久就赶上南京的沦陷 爸爸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信全无了 所以十岁的时候呢 星云就跟着母亲到南京去寻找父亲 一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 然后在南京呢 他途经七峡山的时候 很巧碰到了寺院里面的一位知客师 所谓知客师呢 就是专门接待这些宾客的僧人 然后这个人呢 就不经意的问他说 小朋友你要出家吗 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外婆的影响 所以这个星云大师潜意识里 听到出家两个字就觉得很自然 他不加思索的就回答说要呀 然后他就进入到山门里面了 大概有一个30多岁的法师 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 叫什么名字啊 从哪来啊 今年几岁啊等等 那么师父就说 听说你愿意出家 我就是这里的当家师 那你就跟我出家好不好呢 星云大师就看着这个师父啊 长相是非常的慈悲 很慈美善目很善良的 所以立刻就说好 当然出家这件事情 可不是一个孩子自己能做主的 是要问过家长才行的 然后妈妈一听呢 一口就回绝了 像普通的妈妈一样 可能都不会让孩子在那么小 做出家做和尚的啊 但是呢 大师就跟他说 要如何栽培他 有什么样的前途 他是怎么样的有慧根等等 说了这一通话之后呢 星云大师的母亲呢 就动心了 同意了自己的儿子出家 那么至此呢 星云大师就开始在当地的七霞山寺 拜智开上人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位法师啊 然后剃度出家 有了自己的法名叫做悟彻 就大悟大彻的悟彻 号呢 是金爵 如果说星云大师在小小年纪 就对出家有觉知 是因为受到信佛的外婆的影响 我觉得那只是一部分的原因 后来呢 其实他在回忆自己出家的姻缘的时候 说过还有一件事情 对他影响很大 那就是目睹了南京大屠杀 对于他的一个改变 刚才不是说星云大师在十岁的时候 去南京找父亲吗 正好是1937年 所以说他等于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见证者和一个亲历者 他在生前曾经形容过 当年清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就是带来了一个人间地狱的感觉 他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写说 我看到河里面的人头朝下脚朝上 到处都是尸体 雪水渗透到河底下的树叶泥浆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死的死了活着的人总是要求生的 大家带着伤痛的心情还要把日子过下去 后来他就表示他从小有这个出家的念头 但是南京大屠杀让他自己亲历之后呢 也确实是抱定了出家的这种决心 可能对生死就看到的比较多了 说到这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 星云大师曾经专门的邀请一位旅美的画家 叫做李自剑 帮他创作了一幅油画 叫做《图生佛南京大屠杀》 在作画之前呢 大师就跟画家说 请你画出一幅警示之作 要让全世界的人 更多的人知道当时的这个真相 他说人类这一惨烈的历史悲剧 绝不能够被忘记 也绝不能够再重演 那么这幅画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展现的是1937年12月份 清华日军在南京的这个图城的暴形 整个构图呢是一个山的形状 象征着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这个暴形 是铁正如山 然后整个油画呢 是由图生佛三部分组成的 总宽3.2米 高呢是2.1米 左边这一连呢是图 大家可以看到是两个日本军人 在杀人比赛之后呢 拿着刀凝笑的样子 这就是当时日本的那个百人斩嘛 中间这一连呢是生 在堆积成金字塔一般的这个死尸中间 有一个从母亲的血泊当中 爬出来的这个幼童 他对着苍天在嚎哭 那么后面的这个尸山呢 还有这个硝烟滚滚的中华大地 以及滔滔奔流的长江之水 最右边的这个呢是佛 他表现的是一个哀伤的出家的僧人 在这个脱收尸体 据说李自剑这个画家呢 他用了八十多个日日月夜 才把这幅画做出来 现在呢他是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 也被评定为一个抗战类国家的一级文物 当然这个作品最后是幸运大师把他捐出去的 他自己说啊 南京大屠杀夺去了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 他的父亲也失踪了 可以说得上是血海深仇 但是你要站在佛家的角度来看 人类战争不断 以杀指杀是不可能的 只能用感动 用慈悲 用原谅 让他来认作忏悔 这样才能真正的有和平的希望 所以他也在生前说过 我们要让全中国的子弟都记住这样的一个战争 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 所以大家要发奋图强 让中国更加的强大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对于日本的态度 知道历史是永远存在的 我看完这幅画 感觉就真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画家和一代大师 因为他们的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 然后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关于生命的思考的命题 历史不能忘记 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这种和平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星云大师的法号特别的好听 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 在1939年12岁的时候 星云在七峡山剃度之初 他的师父给他起的这个号呢 叫做金诀 意思呢 就是今天觉悟了 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星云了呢 据说呢 是因为偶然的有一次 他在这个王云武大词典当中 看到了星云图 然后上面的解释是说啊 宇宙未形成之前有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 又大又古老又无际 然后呢 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 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黑暗当中带给人这种光明的感觉 于是他就把法号改成了星云 哎这就是他法号的由来 是不是特别好听啊 那再说后来说回来啊 星云大师剃度之后呢 南京就沦陷到日寇的手中了嘛 然后他在七峡山里面度过了七八年的时间 后来又转到这个南京的镇江 到这个焦山佛学院里面去学习 之后中国的内战就开始了嘛 时局非常的动荡 那星云大师呢 就带领着七十多个青年同道 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这个名义 渡海到了台湾 后来其实星云大师的身边的一个弟子介绍说 当年后来南京解放了 本来星云大师是打算返回大陆 结果赶上了国民党的政权大溃败 然后台湾整个实行戒严 有这么一个戒严的规定 就是只允许大陆的人员到台湾岛岛上去 但是不允许岛内的人往大陆走 就这样一弯浅浅的台湾海峡 就阻断了星云大师的回向路 当然也就成就了他大陆出家 弘法台湾的这种传奇的人生 相信啊在这个信众的心目当中 星云大师是一代的宗师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在台湾其实也有媒体 讽刺他是政治和尚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和您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一文志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认识星云大师 刚才讲了他的法号 以及出家的一些来由 那么下半场呢 我们来说说他在政治宗教还有文化上的一些成就以及贡献 星云大师非常特别 他是台湾的这个宗教界少数公开自己的这个政党党员身份的这种宗教领袖 大家应该知道吧 星云大师他本人是国民党的党员 而且呢 他一直倡导的是两岸统一 他强调台湾和中国应该是统一的 不但可以避免战争还是两岸炎黄子孙的一个共同的这种质业 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政治方面的立场 所以和国民党的统派人士啊 还有和中国大陆官方呢 其实一直关系都是非常和睦的 星云大师曾经在书中说过 他和中国的前领导人江泽民有过两次的会晤 因为他和江泽民都是扬州人嘛 扬州老乡 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他说江泽民能够背诵金刚经 和他经常是聊佛经 让他觉得是挺意外的 然后在2014年 星云还曾经随这个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 到访过北京和习近平有过会面 当时呢 习近平还跟他说 大师您送我的书 我全部都读完了 他也是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呢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还反对达赖喇嘛 到台湾访问 所以这我觉得也算是台湾宗教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这个宗教 没有和政治社会议题有很严重的脱节 所以时常呢 都会看到这个宗教人物 对各种议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当然因为看法说的多了 所以党内的这种台独这一派呢 以及不同的政见者呢 就对他是不满的 讽刺他是政治和尚 说星云早年听说 有人批评他是这个政治和尚 自己觉得挺委屈的 但后来也表示说 说我是政治和尚 表示我是很有力量的 说我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 这些都是虚名 不去计较就好 而且他强调一点 就说我的弟子啊 不分蓝绿都是佛教徒 所以其实你看他的这些经历啊 佛光山所在的这个高雄历届的这种绿营的市长啊 各方人士其实跟他也都挺友好的 所以有人说他是蓝绿红三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宗教领袖 那么这次星云过世呢 两岸三地的政坛也是不分统独 纷纷都是置以哀悼的 其实在星云大师原济之后 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辈人上个世纪中叶去台湾的那些老人 他们逐渐都会慢慢的离开 那么未来两岸如何交流呢 这些人他们是出生在大陆的 所以对于大陆有着切身的感受 像星云大师自己说 说中国地方那么大 人这么多 怎么样可以合作呢 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拳头 有力量 这就是中国梦 对于两岸的交流 他就直言说 两岸三地不要争论 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中国墙就是中国梦 他不是老说这个中国梦的话题吗 但我觉得不得不说就是 大师对于一个中国的这种认知 还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毕竟他是70多年修行的人 是那种有大的情怀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在看生活在台湾的人呢 你不得不承认客观的讲 他们和中国大陆的这种联系啊 纽带啊是越来越少了 那种家国情怀肯定会越来越淡薄的 所以未来两岸要实现越来越多的交流啊 我们就不能丢掉像星云大师这一代人 所留下的这种遗产 绝对是不能忘的啊 那除了在两岸的这个政治上的贡献之外 要受到星云大师最重要的 当然是弘扬佛教方面的付出了 他最大的特点呢 是擅长以通俗的方式来解说佛法 用大众化的形式让佛教融入到生活当中 而且他也很重视文字和传播的力量 比如说他创办了佛教的第一份日报 叫做人间福报 还有呢 佛教的唱片也是他首创的 另外他设立了人间卫视 办电视台 还有中学 甚至是这个大学的院校等等 他也出版了很多的佛学作品 大师一生的作品可以算得上是著作等身了 他编写的一个星云大师全集 一共有395册呀 大概有4000万字 你想想那有多高啊 他用自己写书啊 这些版税赚来的这个钱呢 还成立了公益信托的教育基金 办了真善美新闻传播奖 还有这个华文文学 星云奖等等 总之在教育新闻和文化界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力的 当然如果你要说大师在佛教当中的事业里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所开墾的佛光山了 他创立佛学院的这一系列成就 在1967年啊 星云大师在高雄的大树乡东北区买下了一片麻猪园 定名为佛光山 然后率领他的弟子学生开始开墾了 当时说有信徒啊 一见这个还没有开墾的佛光山的样子 就惊叹说 这地方不行连鬼都不会来的 结果星云大师就回他说 鬼不来没关系 人来佛来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这个回答是不是充满着这种智慧和哲理 所以弟子们一下就信服了 然后在星云大师的带领下呢 佛光山就被发展成后来的台湾四大名山之一 而且就从这个地方作为宗教的一个聚集地 开始发展他的这个宗教的事业 佛光山的信徒后来也是越来越广 从台湾遍布到中国大陆 香港北美还有东南亚 影响力也是越来越深了 如今在全球呢 就有三百余所这种寺院道场 出家的弟子近千人 他的信众就更是数百万人了 就算是我们小小的新西兰南北两岛都有佛光山 这就我们北岛的佛光山的景致啊 每逢初一十五也都是香火非常的鼎盛 另外还要讲到的就是星云大师 在书法方面呢也是很有建树的 他有一个独创的叫做一笔字 在2010年的时候 星云大师透露啊 他因为之前有这个糖尿病嘛 后来又引发了一些并发症 视力呢就逐渐减弱 到了晚年他发现在写字的时候 如果他一笔不写完的话 第二笔要在哪落笔他根本就看不见 找不到地方不知道从哪下手 只能凭着心里的这个衡量 他后来就就觉得不如这样吧 他提前在写字的时候啊 算好这个字和字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的空间 然后占了末以后就要一挥而就 一笔写成 不管你要写几句话 写多少个字都要不抬笔的一笔把它写完 才能够达成最后写好字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样一个独创呢 星云大师也给他的一个名字叫做一笔字 算得上是非常独特的艺术成就 后来又在多地都有这个展览 好吧 关于星云大师波澜壮阔的一生呢 我们在这儿呢 今天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应该说回顾大师这一生 他一直是致力于弘扬中华的文化 积极的促进两岸的和谐 也带动了世界的和平 他所做的这些贡献 如今让我们看起来 让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感怀的 而他一生的写照 就如同他自己所撰写的一个诗节一样 心怀度众慈悲愿 身似法海不细周 问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 照五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周末一文志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获ось 20 00 km》